中国对决 北京319政变始末 作者 向阳 播讲 夏秋年 陈浩苏 何光叶入狱出奇招 王立军落入安全部手中 薄熙来在重庆的大量黑幕随时都可能曝光 不但入常梦碎 政治生命是否能继续都成了未知数 这个巨大的变故让薄熙来万念俱灰 极度沮丧 以至于昏招迭出 错误不断 例如他跑到云南第十四集团军去拜访父亲的老部队 等于告诉全世界他想武装政变 拼死一搏 以至于胡锦涛立即派遣军委副主席徐才后率领几员上将 驾临广州军区陈兵布阵 警告各部不得汤薄熙来这汪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 周永康劝薄熙来冷静下来 并找薄熙来的铁哥们陈浩苏 何光叶速速赶往重庆 帮助薄熙来稳住阵脚 应该说 周永康这一招可谓知己知彼 他知道陈和两位跟薄熙来关系非同一般 更知道他们都跟胡锦涛势不两立 正等着胡下台 薄熙来进北京 主政政法系统 从而咸鱼翻身 再造辉煌呢 不想重庆出了王立军这等事 陈和两位的心情跟薄熙来一样沮丧万分 在这种情况下 周永康提出这样的建议 陈和两位岂能瞻前顾后 果然 陈浩苏何光叶一到重庆 就进了薄熙来秘密安排的南山宾馆 不见任何人 只同薄熙来和少数几个亲信 昼夜密谋 研判形势 商量如何度过难关 陈浩苏何光叶首先听取了薄熙来关于王立军情况的介绍 他俩都认为薄熙来调动王立军职务的行为太过轻率 熟读史书的陈浩苏说 须知 风差尚能害人 何况一个手握重权的酷吏 瞎注 风和差都是能遮人的虫 三哥实在太不小心了 何光叶则认为 王立军在美领馆的时间有限 最多就是把古开来律师的事报告了美国人 以求获得政治庇护来保全性命 不太可能说出重庆的核心机密 要知道 出卖国家机密也是死罪难逃 他逃入美领馆不就是想活命吗 他干嘛要再给自己脖子上再套上一条绳索 薄熙来却忧虑的说 这个王八蛋白眼狼知道的事太多了 随便透露一点 我都麻烦无穷啊 我现在不担心他对美国人说什么 而是担心他落到中纪委何勇那条疯狗手中 怕看不了多久 要知道他王立军不过是个跟黑社会小混混打交道的土鳖警察 而何勇却是专门整高官显贵的当代康生 多少大人物如陈希同 陈良宇 陈克杰都栽倒在他手中 区区一个王立军算个屌呀 本来何勇在十七大上就该离任 可是胡锦涛为了利用这个鹰犬 又让他进了书记处 并继续担当中纪委的大任 这家伙在中纪委苦心经营二十多年 门声顾力遍布中央和地方 如今这个官场哪个人屁股干净 他们的把柄都在何勇手中捏着呢 因此胡温掌控了何勇 实际上就是掌控了中国的官场 现在何勇又想投靠习近平 王立军一出事正好送了个大礼包给他 他岂能放过对付我的绝好机会 陈浩苏心里知道薄熙来分析的有道理 但是他还是劝慰薄熙来 他说事情还没到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目前针对王立军带来的麻烦 第一除了承认用人失察之外 不可以主动认错 更不能引咎辞职 须知我党的为官之道就是永远正确 不可轻易言错 一旦承认自己有错 就等于承认失败 等待的就是彻底失败的下场 在这一方面 毛主席就是最好的榜样 历史证明他老人家也多次犯错 但是没有一次承认错误 有错总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最终他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 现在要放出风去 说王立军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以便将来应对他供出来的一些麻烦 这方面必须提前做好铺垫 做足功课 第三组织舆论 特别是动员海外舆论和网络舆论 反手为攻 把战火引向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极有势力的阴谋 制造混乱 以图乱中求胜 何光业非常认同陈浩苏的意见 他提出一个原则 就是寸步不让 寸权必争 针锋相对 志在必胜 感同魔鬼 争高下 不向邪恶 让寸分 何光业引用的这句文革时期的诗句 后来被薄熙来在记者会上引用 来反击温家宝等人的攻击 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黄其帆会前广造势 薄熙来会中大反击 根据陈浩苏何光业制定的方略 薄熙来安排黄其帆 在3月5日人大开会之前 接受香港凤凰网的采访 识口否认带70辆警车 越界追捕王立军 并包围成都美领馆的事实 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 暗指胡温中央 黄其帆甚至嚣张的说 我的副市长跑到了美国领事馆 我作为市长当然有权到领馆去了解情况 把他带回重庆 我只带了一辆车和三个随员 哪里有什么70辆车 暗示网上的传闻都是敌对势力和网络舆论 故意造谣污蔑 更为恶劣的是 黄其帆居然歪曲事实 胡说网上贴出的大量警车图片 都是川字打头 意思是那都是四川警方的警车 与重庆无关 黄其帆的胡扯八道 激起了四川警方极大不满 四川警方发言人立即出面反驳黄其帆的说法 一时舆论哗然 重庆事件在人大会召开之初 立即形成一个热点 这也让胡锦涛温家宝想低调处理此事 以防止干扰人大会议的布置受到了干扰 胡锦涛无奈 只好安排贺国强借看望重庆代表团之际给薄熙来传话 希望他能够降低调子 注意影响 配合中央开好这次人大会 谁知道薄熙来根本不买账 反而利用人大会这个平台 利用王立军事件造成的媒体对重庆高度聚焦这个机会 高调出击 一会儿自我表扬自己和重庆取得的重大成绩 一会儿激烈批驳媒体和海内外舆论对重庆的质疑和负面评价 一会儿公开出面为其妻子孩子辩护 声称妻子谷开来为了自己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 是个真正的贤妻良母 儿子薄呱呱 更是品学兼优 靠全额奖学金在美国读书 薄熙来还公然向胡锦涛挑战 对海内外上百名记者说 胡锦涛总书记一定会去考察重庆 并且肯定重庆的成绩 这等于公然绑架胡锦涛为自己买单 薄熙来的嚣张和狂妄 彻底激怒了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常委 其他大多数同僚 本来2月16日就已经决定要组织处理薄熙来 但是当时还没有决定司法处理 这次等于薄熙来催化了这个动议的实施 3月13日晚上 胡锦涛紧急召开常委会 要求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九常委中除了周永康投反对票 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 常委会一结束 胡锦涛急向江泽民做了电话通报 在这样一边倒的情况下 江泽民也不得不同意常委多数的意见 更何况2月16日的常委意见 他也早就知道 3月14日上午人大会闭幕 薄熙来立即被胡锦涛安排的中南海警卫局局长曹清控制 接着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高调强调 重庆本届市委要对王立军事件承担责任 并暗指薄熙来是文革余孽 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复辟 3月15日官方的新华社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薄熙来从此坠入中国政治的黑暗之中 陈浩苏和光业密谋策划的薄熙来政变还没有实施 就画上了句号 瞎注有关薄熙来事件的详情 以使维建频道将在播完中国对决后 接着播出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 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一书 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到时收听 卧底见齐功 38军军长换人 陈浩苏于2月中旬王立军事发之后 神秘赶往重庆 一待数日 这个消息很快被胡锦涛获知 胡锦涛要求国安部迅速查明 陈浩苏和光业在和薄熙来搞什么名堂 国安部只好安排陈浩苏的秘书李公达 以汇报对外有些紧急外事业务的名义 赶赴重庆催促陈浩苏返京 陈浩苏只好回到北京 不久李公达发现 陈浩苏利用自己过去在军中的关系 跟38军军长王熙新少将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少将来往密切 这让胡锦涛万分紧张 原来中共军队中 38军是王牌中的王牌 战斗力极其强悍 这个军的前身是林彪的四野第一纵队 跟着林彪从东北松花江畔打到南海之边 横扫整个中国立下赫赫战功 韩战期间跟美国军队交锋 亦不输敌手 被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称为万岁军 中共建政后 毛泽东一直把他放在河北保定 巩卫京师 1966年曾通过国防部长林彪 集调一个师 兵临北京城 然后开始放手发动文革 打得刘邓司令部一败涂地 1989年 邓小平为了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 从全国各地调动了20万野战军 当调38军入京戒严时 遭到军长徐骑先的拒绝 后来徐被判五年徒刑 38军还是参加了戒严 并在六四屠杀中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38军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新干宝贝 最新最先进的装备 总是优先攻击38军 据军事专家评价 第38集团军在远东陆军中 其机械化程度 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战力都属第一 特别是近些年装备的113机械化师 第6装甲师和航空兵第8团 战力不逊色与美军的同类别部队 如第82空将师和第101空将师 第38军军长王熙新少将 本来是三年前刚刚接任李绍军少将任该职的 说起来也算是胡锦涛任上提拔的将领 本不该生疑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却与陈浩苏这种人来往密切 这就让胡锦涛放心不下 政治人物历来疑神疑鬼 除了自己谁都不信任 胡锦涛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于是决定此人必须从这个关键位置调开 胡锦涛找到军委副主席徐才后和郭伯雄 询问他们对调动王熙新的看法 徐郭二人深知胡锦涛不懂军事 但是疑心很重 不愿意为了一个部将得罪军委主席 就都同意调离王熙新 因军中要害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挪动谁都会牵扯一大批 只能让他到国防大学去当一个副校长的贤职 在提拔谁出任38军军长这个问题上 徐才后和郭伯雄有所分歧 两人都想安排忠于自己的人到这个关键位置 不料胡锦涛却另有人选 那就是第65军的军长许林平少将 徐才后郭伯雄目瞪口呆 继而对胡锦涛甚为敬佩 因为这类军官按说胡锦涛并不熟悉 应该不会提出自己的人选 但是胡锦涛却提出来了 而且理由和条件都让他俩无话可说 因为许林平原来就是38军的老人 曾经出任过38军113师师长和38军副军长 对38军极为熟悉 是出任38军军长的最佳人选 徐才后和郭伯雄不知道的是 这个人选实际上是胡锦涛和习近平共同商量议定的 人选其实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习近平出任军委副主席之后 很大精力都用在加强对军中少壮派的了解和培植上 因为这副担子迟早是他的 他必须在军中拥有自己的基础班底 这一点作为政治家是基本功课 习近平岂能不知 但是徐才后郭伯雄两个老军头却不甚寥寥 如果说调换38军军长胡锦涛还有所顾忌 但是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 胡锦涛则毫不客气 李润田本是总理温家宝的侍卫长 却被薄熙来收买 多次出卖温的资讯给薄熙来 这样一个阴险小人再继续留在机要位置 岂不是等于玩火自焚 胡锦涛在获知情报之后 立即找温家宝谈话 并干脆利索地做出决定 免去李润田职务 交中纪委立案调查 温家宝也算中南海的资深老人 却玩鹰被鹰啄了眼 最后还要胡锦涛替自己清理门户 一时羞愧难当 只能由胡锦涛安排了 挖出了一个卧底 清除了一枚炸弹 胡锦涛信心大增 他该要着手布置反击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